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現場 我們去探討 我要請到後面正常 剛才你講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推廣到每一條網路做 每一條網路做的是變成說 一定源頭減量嘛 我們處理減量後 垃圾就減量了嘛 減量後對我們的白水到 對我們的環境一定會比較好嘛 但是我沒有看到一些網路上面 好像持不同的意見 這是什麼原因 我想請到正常 應該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將做貨的環保酵素 倒進爬城大牌 因為爬城大牌其實就是說 長期我們的濟南大學 他跟農委會 我們的特生中心 都有做環境的水環境的調查 當然PHS 包括其實那時候 我想說我還記得在六國的市民潭 也有過 然後那時候當然有意見 我們就停止了 那時候本來是說 他說 因為你倒進去大水高的時候 變成他的PHS 他們是不是說PHS 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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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研究其實就要再選入 這項我也有請 晉南大學 那裡 倒下手 就是原因 把真正的原因吹出來 那不然 在家庭 在我們的白水高 我覺得做得都不錯 真的有效 有效 一定有效 我就跟你說 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化粉瓶 都除以除了說 可以味道在外 那個化粉瓶都不用清 他用他的酵素去 他去分解 他去分解 他去分解掉 其實你看看 你如果說 每個家庭的 這個化粉瓶 兩年要抽一次 你如果 每一個月都倒 差不多30公升的 這個環保酵素下去 環保酵素倒30公升 那是我們環保酵素團 裡面的成員 因為他自己做的處理量有夠 我是覺得應該不用 一個月 不用倒到30公升 你有持續三九月做一次 我覺得應該就 那現在普理正民 對這個部分的支持 大概有多少比例 有用過 其實像剛才以前 你連說過有做過 有用過的人 會覺得說 哇這有一點神奇 很好的 可以把廚餘轉換成 尤其是你如果做了好的 其實味道都很不錯 味道不錯 你就包括一春 自己洗你的眼底 其實都可以了 這就要普及化了 就是說我不知道 如果能夠持續 就是說 可以到每一個村裡 都去辦 睡眠 睡眠 然後環保酵素團 現金再加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怎麼做 這其實 也是要大力 一直推動才有 才有成果 拜託 宜君議員 跟環保局 進出警衛 來來來補助 讓我們 立博 你頂共出來 辦這個說明費 而且他的經費 也不用很多 對啊也不用很多 另外再請教一下 有一個叫做 高校廚餘處理廠 我有看到 報章雜誌 好像有提到 你們要申請這個價位 到目前為止 到底這些高校廚餘處理廠 他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而且他真的可以幫忙 解決問題嗎 高校廚餘 就是 非洲豬恩來的 這個環保的政策 對對對 其實當然是我們 也很開心 可以擔出高校廚餘的金會 要下去做 開始在 特別規劃的時候 我就一定問規劃公司 高校廚餘在我們國內 有那個做好的來去參觀嗎 他的效果 結果那個人都會跟他們說 就是宜蘭監獄有 這個高餐 高校餐餘學院 有的那些都很少 很少 那些人都會說 他都會說 要在外國外國 結果說要去看 都要在大陸 大陸當然 他這種的技術 一定不好 結果 結果 這個新特 有在做這個高校處理 做好之後 新竹市政府 因為有科學NCD 其實他們的稅收 也很很很很大 不管他們的預算 各方面 他們的財政狀況 很好的 他就認為說 那個高校處理做好之後 每個個月還要花很多錢 包括 去做這些時候 他也是說沒有價錢 在綜合的評估之下的時候 高校處理如果說 不可以實際上 達到我們那個效果的時候 而且每個個月 政府還要支出錢 而且其實 最後的時候 這個環保署 那頭 他們也對高校處理的功效 其實也有 要質疑 有質疑 所以說 到最後 這個各方面的一個 因為這種政策上 就是說當然 它是沒有 到最後就有一個 較好的方式 就是要做採算條 錢夠就回來了 是 所以後來這個也沒有成形 沒有 沒有 錢太回來了 錢太回來了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說 一個 如果 現在補助經費給你 讓你做下去以後 後面你要有再多的維護費 或者很多的需要增加的部分 那個 而且一般政公所 向政公所要負擔很難 所以我就想 這個廖政長也是 明智的選擇 好 那其他宜君議員 就我們普里現在 目前剛剛請教政長的部分 也有人反對嗎 從這個角度你怎麼去看 好我想先談剛剛有一個部分 就是講到這個廚餘的量的部分 其實廚餘它分成生廚餘跟熟廚餘 對 生廚餘的部分就是蔬菜 水果果皮這些 那這個我們可以拿來做這個酵素 然後做成一個易肥這樣子 那熟廚餘的部分 其實它的量還是蠻大的 那熟廚餘的部分我們怎麼減量 那我在這邊我想要就是 建議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環保局也應該來推 就是讓我們吃的時候 不要太浪費 其實熟廚餘的增加 很多都是從餐廳來的 其實我們都去餐廳吃過飯 如果說一桌只有十個人 可是他可能給我們十二道菜 又加上有個水果這樣 通常你吃到第五道之後 你絕對是吃不下 後面的整個都是浪費掉 那有些媽媽們可能就是比較 愛護就把他帶回家 可是剩下還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到回歸 就是來吃所謂的梅花餐 你可能五個菜一個湯就好了 那這樣無形中 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廚餘 因為那些都是錢 到時候我們還要再花錢 來處理這些 我們花錢去餐廳吃飯 剩下的廚餘 所以我覺得在邏輯上 還是不通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 廚餘的這個部分 那我剛才想這個高校廚餘堆肥機 剛剛陳如鎮長所說的 他後續的維護的經費 可能會比較高 那我們今天第四審查小組 剛好在審那個環保局的經費 剛剛我們幾個委員 也跟局長講就是說 其實像這種 比較屬於高科技的東西 應該要由環保局 來跟中央提出申請 那統籌來處理我們十三鄉鎮 所有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因為畢竟以我們縣府的財力來講 比較能夠去負擔 而且以環保局的專業來說 他也比較有辦法去克服總統的問題 或者是做一些評估 所以我覺得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們還是比較希望 我們的環保局 能夠主動跟中央爭取一些經費 然後由我們環保局來統籌做 這些整個垃圾或者是細分選 或者是綠能電廠 或者是甚至高效的廚餘堆肥機 就是由更專業層級 更高的單位來處理 是 另外一個就是網路上 對整個我們的校數 那個部分您的看法 因為網路上有這些聲音 對 上次我們同樣的問題 我們在議政頻道 或者是論壇我們談過 之後我們環保局非常審慎 他就邀請了幾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還有我們普里校數團的團長 還有幾位在校數團的志工 我們一起在環保局裡面開過會 會後環保局就決定要補助一筆經費 給濟南大學 請濟南大學來協助我們環保校數團 去掌控他每次在做校數的時候的一個品質 因為就我們的了解 上次普里政工所它倒在琵琶大牌裡面的這些液肥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們推測它應該是在製造的過程裡面 出了一些問題 並不是說它這個校數沒有這個效果 而是在製造的過程 它可能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然後影響到它整個品質 所以後來就是由我們的濟南大學來協助找出這個原因 然後也協助他們找出一個可以控制品質的SOP 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東西是要去做一些研究跟調查 才有辦法 那就說我們的環保校數在製造過程 那個程序一定要有一個SOP正常的流程 才有辦法做得更好 所以其實廖政長上任以後 一直在做這個部分 他非常積極地在做一個市區的環保 因為過去人家說普里 以前日本人來說都不乾淨 那後來我想政長上任以後 就真的這個部分非常非常重視 所以我在想 還是要靠政長努力的帶著政民一起來做 能夠有一個帶頭作用 好 接下來我們請教你竹山政長 竹山政長您是從清潔隊開始做起的 對不對 您當清潔隊長的時候就開始做這個部分 我們以前在你當清潔隊長 我們就聽過說竹山政長 竹山政有一清潔隊長 把廚儀做成堆肥 非常的棒 而且還送民眾肥料 我們說這個真的不可思議 所以我請教政長 您當時這樣的一個構思是怎麼來的 而且從你剛才的說明裡面 垃圾減量能夠減到這麼少 真的是幫我們這個環保 真的做了一大貢獻 所以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從清潔隊開始 什麼的理念 讓你去想做這個部分 那清潔隊長可能要推動的力量沒那麼多 那你現在當政長了 你可能可以推動的更多 所以您怎麼看 當然是分 謝謝 我們剛才是分幾個一個段落來講 第一個從減量的部分來講的話 當時我曾經在民國96年那個階段裡面的話 其實我辦了很多的一個大活動 就是塗鴉彩繪 事實上跟這種嘻哈的這種文化 事實上格格不入 但是我跟人家導入就是說 你喜歡到處亂塗鴉的 你來做字眼回收大宣導 所以我曾經辦過800米的大提坊的一個彩繪活動 當時吸引了大概所有的很多縣市的好朋友 就是年輕朋友到這邊來做彩繪 三天兩夜的這樣的時間 所以曾經辦了兩屆 這真的是很瘋動 所以我習慣就是說 把整個就是說 畫主力為助力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亂塗鴉我就帶他來 你讓你畫個夠這樣子來弄 然後有地方會讓他發揮 對 提坊就是800米 所以開創台北縣也曾經到我們這邊來取經 這是因為開創這個縣舉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辦園遊會 因為我們的鄉親證明的話 都有時候說他喜歡一點小粒的話 或是一種鼓勵 不要說小粒 我就發放這種園遊典券 你有做回收的我就給你一張 一張就是五塊錢 所以每次辦下來 就一次要花大概150萬左右的一個經費 但是很龐大 但事實上是替南樓縣政府環保局 省了很多很多的經費 因為每次辦了一梯活動下來之後 垃圾的減量力都非常的可觀 那種可觀度是就像說 除以一公斤給人家一塊錢多嗎 事實上不多 你他不拿出來變垃圾的話 給人家燒的話 更多 一噸那更多可能要三四塊以上 那所以說是多一塊錢多嗎 而且分化爐的壽命會縮短 而且他的綠圓多的話 就產生戴耀心 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除以一定要收乾淨 才不會產生有綠圓在裡面的話 綠在裡面的產生 就戴耀心的一個元凶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他假如能夠收起的話 那是更好不夠的 所以初期我們辦了園遊會 再來就是鼓勵他們送回料 這樣子來的一步一步 這樣才鼓勵他們做回收 因為我是思考的九十二年開始做到現在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還是能夠一次化的一個解決 這樣子一個除以回收的問題 所以我等個拿回來之後 本來我們有時候 生除以收除以也是有分開 也曾經做過孝數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收除以人家不收的時候 我說沒關係 分開還是分開收 不要讓百姓知道說 你們政府政府怎麼反反覆覆 大海分開要合起來 那這還是分開收 但是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統一處理 那統一處理的話就是說 讓它晚請一次做堆肥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數字的一個破碎機 可以粉碎到很碎 那個碎度的話 就像是一個太空包一樣 那種碎度 所以一比二的一個調和 讓它溫度拉到七十度 經過反覆二到三個月的話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以完全化效 化效完之後就是種花 花的話就完全去化掉 沒有完全殘渣 所以就完全回歸到 整個一個土壤裡面去 那種化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成立 足三鎮公所APP 只要民眾的話 下載足三鎮公所APP 可以預約 預約的話 每個月我們第四週的 星期六 我們就號稱為領先週六 每個人都可以領二次租花 只有足三鎮民嗎 目前足三鎮民 我很想推到整個全線都可以 這樣子 只要那一週到足三鎮的話 大家都一起來領花 那我量的話 竟然來充足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足三鎮好 我們也希望說全線都一起好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APP的系統 結合整個一個 大家能夠跟上時代來 這種預約的方式 大家都會來領花 來一起美化 整個這個家園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歐洲的花園 也不是一天就完成的 那我希望說足三鎮 從我這邊開始做起 讓全鎮慢慢喜歡的花 喜歡種花習慣之後 整個全鎮就會越來越美 這樣子來感染大家 讓整個南投縣政府 我們縣長的這種政策 就是整個花園觀光的 這種城鎮 這個大縣的話能夠落實 是這樣子 由我們來帶頭做起 是是 那如果像你這樣子 能夠帶動其他十二個鄉鎮 也能夠一起來的話 南投縣就全部最美了 對啊就是啊 是不是 應該可以的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經驗傳承 我們縣政府有跟你談過 要做這個部分嗎 目前還沒有 那兩位議員有責任 蔡議員怎麼看 政府問 針對我們足三鎮 把這個廚餘變成有機肥 這個政策也希望說 我們在縣政府部分 我們環保局部分 就能夠來一起跟我們十三鄉鎮 共同來推展這個好的一個政策 一來能夠把垃圾減量 完全的減量 那再來呢 又能夠美化城市 那我們南投縣又是我們的觀光首都 那也能夠讓我們南投縣更美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縣政府跟環保局一定 就是要全力來支持我們把廚餘變成我們的有機肥 再把它變成我們美麗的城市 我想這應該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也希望說 藉由我們足三鎮的有機肥 再跟埔里的酵素 那也能夠來綠化 美化我們的河川 這樣那就會更好了 是是謝謝蔡議員 那我在想我們都希望這樣做 那有埔里跟竹山鎮有這麼好的一個處理 處理處理的一個方式 那兩位都是第四小組 都是環保衛生的部分 你們應該建議我們的局長 要編一些預算 來讓埔里跟竹山鎮 來辦這樣的一個推廣 讓我們全縣都來努力的來做 讓我們全縣的一個環境能夠更好 也能夠讓地球不要再暖化 我們從我們自己做起 實際上我們看到了這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鎮長 那像您做這個部分 對清潔隊員有沒有 會不會有阻力 其實當然他們會比較辛苦 真的會比較辛苦 但是事實際上我也做一個調整 因為我們種這個花 有些人就不方便上車 對 在身體狀況的問題 然後就調整到 讓他能夠有榮譽感的地方 他能夠種花美化整個城鎮 這樣子 比較辛苦 當然也要一個鼓勵 就是當然給他們多一點獎金 給他們一個鼓勵 讓他們能夠更樂於在這個方面 這樣子 那希望說 這樣子雙管齊下情況之下 一個榮耀度 應該可以讓他的一個辛苦度 能夠更加的敢於接受 敢於這個付出 讓我們這專生更好 有他們的影子存在 是 所以我們在整個給清潔隊員的獎金裡面 從我們回收這裡面也可以提一些 可以提供一些來給他們獎金 能夠鼓勵他們能夠盡量的幫忙做回收 所以有些民眾習也希望說 盡量把回收品交給清潔隊 我想這些都是未來我們朝向 能夠做得更好方向去做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不要離開馬上回來